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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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自己捞出来 从苦海里捞出来再说 因为已经不安了 同事们已经跟别人谈判的时候 千万别被别人拐跑 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这个如果我们智慧不圆满 很容易被拐跑的 因为人家会催眠 广告啊 或者是那些促销啊 人家催眠催眠 说不买买了 人家会把我们迷糊的 如果随时准备着 在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解脱 都可能解控性 这就是心在道上嘛 这就是精进嘛 真的精进就是准备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去接信 这叫真精进 或者是很清智的吧 就是觉得这种清智是假的 是 戒地上你是对的 但山里面真的听清楚 戒地上是对的 我们不应该找山里的像 城市的像 红尘的像 但是偶然 当你的身心气脉转化到一定时候的 你要去选择一些地方来去修行 是对你的助缘很多 会对你有帮助的 有些山还真是不错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修行的时间有限嘛 在有限的生命的时间里 也要清楚的突破 需要助缘的 包括这个世界的万事 人 事 物 都是助缘 不要排斥任何东西 甚至药品 鸦片也是要的 但人生吃两斤下去也不是 但是麻醉药 鸦片 这些我们搞不定 你吃了以后你控制不了自己 这个还是不用 因为就算是很多人说 老师我吃了麻药或者什么 人说我也出现境界很像残地 或者 但依靠外力来出现的都不是解脱的 都不能依靠外力来去达到这个 那都不是解脱境 只能让你去迷恋依赖 他只是说让你出现了那种相似境 但那个不能带你解脱 只能让你沉迷 有时候去山里也是就是这样 有些时候修行需要去山 但不要迷恋少山里不出来了 如果执着 执着于山里边就能开悟的话 那也是一样的 跟吃麻醉药一样 所以释迦牟尔当年让他的弟子 每天晚上画一棵树 他们那会儿 弟子就在树底下打撞 每天晚上不要同时 有两天晚上住在同一棵树下 都怕依赖那棵树 当然这么远着他不想出来 但是那地方就不可以了 你必须出来 就是因为你当着这个人 那就不行了 也是圆满 很多人会住在禅堂里面 不想出堂 不想出关 这个是很对 有时候甚至老师会让你放弃修行 因为你修得太紧了 把修行当成了一个 一直往处冲 一直修行 一直找佛菩萨的 想一直往前走 忘了佛就在这儿 跑出去了 这个时候还要你放弃 放下 回来 回到永永周圣里来 周圣才是佛 回过来 把这个从烦恼里拿出来 不管是烦恼还是快乐 都是虚妄 都要能够拿起放下 随时拿起放下 都不在意 这个时候你才会有解脱 你还没做梦中笑 你要是追求梦中的快乐 也是在梦里 因为烦恼我不想要 但是梦中的快乐 我还是想要的 比如孩子怎么样 老公家我有个美好的愿望 那还是梦中的快乐 是吧 你想留住梦中的快乐 那还不是你不想醒来 你会解脱的 这是需要时间 你想不醒能一下 不要点 你会换它 就像这样子 像它们一样 就像你一样 那样子 天王